泛马任牙vs全院阿修罗究竟有多高呢 萨帕因一上来对着花山的面门就是一记重拳 就连花山自己都没想到 身为任牙中唯一一个硬汉 如今却被一个矛头小子给一顿暴走 然而萨帕因还是太年轻了 就在他打得正起劲的时候 花山突然一记重拳袭来直击他的面门 强大的力量直接将萨帕因封到了围栏边 看到这一幕的全院等人皆是一惊 更离谱的是花山勋从不进行锻炼 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怪物 重新站起的萨帕因变得更兴奋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花山居然脱掉了鞋子 接着将身上的衣服全部撕烂 出现了 花山家族历代相传的刺青侠克力 展现在众人的眼前 这也说明了花山已经认可他这个对手 接着花山摆出了和斯派克对战时的起手势 看来他打算用最终一击来结束战斗 见此萨帕因也决定不再保 他快速地朝着花山冲去 然而仅是一个照明 花山就一记上钩拳将萨帕因打得倒飞数目 可铁头娃的称号可不是浪德逊的 两人四目相对 都决定将全部实力投入到这场战斗当中 双方都没有丝毫退啊 不断地用铁拳和钢腿来攻击对方 两人越打越激烈 这场面看的众人是惊心动魄 然而令花山没想到的是 萨帕因竟然用自己的脑袋硬扛下了他的拳头 劝着花山熏愣神的功夫 萨帕因瞬间闪身 一记中拳打向花山的腹部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受到如此重击的花山竟然毛是没有 接着花山转手为攻 再次狠狠地一拳打在萨帕因的头上 却不知自己已经中了对方的圈套 只见萨帕因一记扫堂腿 将花山踢得失去了重心 就在众人疑忽不解之时 加二郎给出了解释 原来萨帕因从五岁就开始锻炼自己的头骨强度 甚至用铁锤敲打 用脑袋去砸大理石 如今的萨帕因早就把头骨锻炼得比钢铁还要坚硬 不仅如此 常年的高强度缅电拳训练 让他的全身骨骼都反复断裂重塑 面对萨帕因如狂风暴雨般的拳头 花山勋只能被动防守 然而就在萨帕因以为比赛就这样无聊的结束时 他却忽略了最重要的意义 那就是花山勋的握力 只见花山抓住萨帕因的手臂 然后某个用力 瞬间就将对手的手臂肌肉撕裂 这场面是如此的熟悉 接着花山勋再次使出了击败斯派克的全力一击 直接将萨帕因整个人都打飞了出去 可就在众人以为铁头娃被打败的时候 萨帕因又再一次地站了起来 接着他缓缓地来到花山的面前 看来这场对决不会如此轻易地结束 只见花山勋再次挥动起如炮弹般的拳头 而这次萨帕因早有准备 他猛地向后一仰 竟然选择直接用自己的铁头来硬抗花山的铁拳 可更离谱的是 他的脑袋非但毛是没有 反而花山的手指却被全部折断 而这正是萨帕因的绝技免电铁头船 难以置信 花山竟然将断掉的手指给捏成了拳头 借着花山再次蓄励 两人都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准备 现场的观众们都看待 这两个家伙哪里是在决斗 分明就是赌上性命的殊死一战 剧烈的光暴围绕着两人 而这一次萨帕因就没那么幸运了 显然几次交手后 对于萨帕因的大脑损伤更大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胜负已分的时候 萨帕因竟然又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接着他大吼着朝着花山冲去 而花山也选择尊重对手 当拳头再次接触到萨帕因的时候 这一次缅甸铁头娃再也坚持不住 重重地摔在地上 即便萨帕因无法接受试试 但结果证明他已经输了 而刃牙对战全院的第一场比赛 最终由花山获得了胜利 对于花山来说 这场战斗他打得很痛快 而萨帕因也是如此 很快第二场战斗也即将开始 科技战士杰克范马对战 吴之一族最强战士吴雷安 一个是靠药物变强的狠人 一个是靠基因变异的怪物 究竟露死谁手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观看